来到中台湾 中台湾的重要的景点 天空之桥呢 今年游客好像也是很多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 赶快把现场交给我们的记者张军动 请军众来告诉大家 军动早安 好 主播好 观众朋友 带你来看了 其实今天记者所在位置 是在南投草屯的天空之桥 但是呢在这个天空之桥曝光之前 在我背后有个大型的花园 春天花开 很多旅游客人都陷到那个地方去闪花了 那么今天在天空之桥的部分 早上八点半才开园 但是呢 大概是有200多个人排队 原方提早在八点就开远了 排队的游客呢 一许买票之后就进到了天空之桥 这个全场204公尺的天空之桥 目前已经有游客在上头来走春赏景 透过刚刚稍早的画面呢 其实在回到了这个售票的地方呢 很多的游客呢 一大早起个大早来排队 不嫌累 因为就希望初三走春 能够在第一时间买到票 先来听稍早访问 来这边逛逛啊 没有来过啊 对啊来这边欣赏一下啊 因为怕那个人挤了就早一点来 我好怕啊 我好恐怖啊 可是可是大过年为什麽要来这边挑战自己的心脏 没有因为这里很美啊 好实际走上天空之桥 这桥面摇晃的情况 真的还蛮恐怖的啦 不过呢 其实走到了这个天空之桥上面来看 全场204公尺 而且上头有265个阶梯是游客 慢慢走大概也可以走个十几分钟 那透现场画面其实可以看到呢 在远方 那个角度可以看到的就是彰化平原 在这个天空之桥上呢 往那个方向看去 而且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因此呢 整个彰化平原上面包括这个农田 房子都可以看得一心二楚相当漂亮 那来到天空之桥呢 很多的游客今天西家带卷 年初三外出走春 大家都做好了提前出发 提前就位的准备 并没有塞在半路 在这个地方玩得相当开心 这是目前为你讲 我在南投的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好谢谢运动的连线报道 另外今年过年有一个Superstar